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名叫《你失去了我》 这本书是基于在美国范围较广的一项调研 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正在离开教会 这是班邦布迪安托博士 他是四到十四支窗运动全球指导委员会主席 根据调研结果 首要原因就是教会过于保护他们的儿童和青少年 教会说 你不能做这个 不能做那个 你太年轻了 可能会犯错误 正因为如此 年轻人离开了教会 我觉得教会需要了解儿童和青少年的需要 班邦博士也参与一项发展中的福音运动 该运动关注所著称的四到十四支窗 就是全世界四到十四岁的儿童和青少年 并倡导让儿童在改变社区上发挥重要作用 但是教会似乎在压制这种做法 有时候我在与教会领袖们谈话时 会问他们为什么正在不断地失去青少年和儿童 有些牧师告诉我 这是因为教会在和娱乐竞争 比如Xbox游戏机 PS3游戏机以及其他的娱乐 但是在我和许多儿童和青少年交流之后 我发现他们离开教会 其实并不是因为缺少娱乐活动 他们离开教会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 与自己有关系的理想典范 没有找到值得他们为之现身的东西 和值得为之而活的东西 教会对青少年流失的回应 就是在教会里提供更多的娱乐活动 增加更好的音乐 更多的娱乐活动 这没问题 但这不是他们离开教会的原因 他们想要找到生命的意义 而四到十四之窗就是要回应这种需要 这种需要是他们的天性 上帝创造的青少年是有这种理想的 当你看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 1998年的印度尼西亚 1986年的菲律宾 还有世界各个地方时 我们会觉得改变国家的是军队 但其实是青年人 那为什么我们领悟得如此迟钝 作为教会 我们能做什么来为儿童和青少年创造空间 让他们运用自己的恩赐呢 我们该怎样装备他们 让他们在社区中发现自己独特的声音 优优独特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